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行冲 我现在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 今天上午九时的 为期八天半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至此中国政治生活中 一年一度的两会也将正式结束 我呢,也将在现场来见证这一时刻 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的记者区站一个位置 我现在来到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二层 这里也是今天闭幕会的媒体区之一 现在距离大会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从二层的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 会场工作人员在做会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每次全体会议的会前 媒体记者都会很早来到这里 加起机器设备 为大家带来第一现场的两会报道 现在距离闭幕会开始呢 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代表们也已经陆续进入会场了 这次是我作为人大代表的第一次参会 也是感觉到跟运动员的身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运动员呢是会倾向以后个人价值的体现 然后作为两会代表 其实就会感觉是一心出发为人民 然后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 为了我们中国去做一些贡献 所以坐在大堂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使命满满的责任感 满满的那种感觉 要回去了那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啊 明天先要上班 我是作为一名基层的村姿叔 回去呢也是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 就是把日子过得越好 发展得越来越好 通过对代表们的采访呢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家 撸起袖子 加油干的精气神啊 在过去七天半的政协会期和八天半的人大会期中呢 代表委员们的一大事 见真言 献两策 凝聚共识 圆满完成了大会各项议程 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成前起后的关键一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呢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产生 中国政坛完成换届交替 组成新阵容 同时呢 确立了2023年GDP增长15%左右的目标 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助推经济复苏 和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那新一届代表委员们呢 就事关国际民生的问题进行审议讨论 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进现实 书写了中国民主的新叙事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进程 全国两会的胜利闭幕 也意味着新的出发 新征程 开新局 请我两会为中国这艘大船标领了航向 让我们相约在下一个春天